各位好 然后今天是 这会儿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留到现在 然后我们是来自于中国移动的云渊生研究的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topic是 Cloud native is good but how to apply it in technical network 然后我们会主要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网络云的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同时也会阐述一下 我们电信行业想要引入网络云的一个主要诉求 另外一个就是对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心的 像裸机容器在网络云引入 然后网源的微服务的设计相关的一些内容 做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思考的一个呈现 然后首先来第一部分吧 就是咱们网络云的一个背景 如果是熟悉中国移动的这些伙伴们 应该是对这个是比较了解的 就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 就以推动网络云转型为目标 去构建电信级增强的网络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明确了整个中国移动网络云的一个总体设计 另外我们也制定了像包括 Manual的端端端流程 然后虚拟层的这种功能接口 北向接口相关的一些体系化的技术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通过超过六期的试点 来推进了我们整个网络云的一个商用进程 目前我们是已经构建了包括核心和边缘两极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架构 那么核心我们是分成了八个大区 里面是对我们中国移动网络云的物理资源做了一个融合 然后在每一个的数据中心内部我们对核心网的网源按省去做了一个逻辑的划分 它主要承载的这个网源类型是包括像45G的这种核心网的网源 以及像智能网啊 财新中心Volti 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云管理系统这样的一些网源类的模块 然后在边缘呢 我们目前是在省地市去按需做了一个规划 主要的部署的网源是我们的UPF MEP以及这个垂直行业相关的一些业务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规模是已经超过了13万台服务器 那有超过46类的网源已经在我们这个网络云里面去进行了部署 总体的这个云化比例是超过了85% 其中5GC的这一部分是达到了100%的一个云化现状 然后这个是我们就是网络云的一个参考技术架构 那这个架构其实是一个ETSI的标准架构吧 基本上国内外的运营商在落网络云的时候都会 就是虚拟化网络云的时候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架构去落 所以这边我就不做详细的一个介绍了 然后下面是我们对这个网络云引入云源生做的一个分析 就是这边我们对比了一下IT和CT类业务的一个差异 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了解 就是目前我们认为对于IT类的业务的话 就是我们从业务特征商业属性可靠性要求以及运营模式 这四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分析 那在业务特征这一块我们觉得IT类的业务相对来说 它的那个灵活性比较高 可能业务和业务之间存在那种短连接的情况会多一些 所以当出现一些故障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重视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个故障恢复 但是对于我们CT业务来说我们主要是网员嘛 然后这个用户中端用户在我们的整个核心网的网员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状态机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存在 那么我们的中端和我们的核心网以及核心网网员和网员之间 其实很多程度上是存在这种长连接的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们是基本上很难说一旦出现断连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进行比如说网络的连接的时候就会进行大量的一个重视 那这里面就会存在很大量的一个性命风暴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对网络的连接稳定性要求会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是商业属性这一块 就是IT的行业一般来说它的研发能力都会比较强 所以很多的业务包括自己的云体系都是采用的自建自营 然后甚至也是开始于自研的这种一个状态 然后它也不需要去遵循一些规范的这种约束 那对于我们的电信行业来说 我们基本上是大部分时候吧 是才去采购的这样一种模式 在组建我们的核心网 我们的平台 然后我们的网源 甚至我们的管理系统都有可能是采购来的 所以说我们是要大量的去依赖这种企业规范 以及行业的规范去约束每一个我们买到的产品的能力的 这个是商业属性上面的一个差异 然后可靠性这一块可能在IT行业它会更关注数据的可靠性 但是对我们电信行业来说 我们在核心网里面每一个连接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可靠的 所以我们是要保证业务全程的一个高可靠 所以这块也是一个区别 那在运维这一块 因为本身云源生这个就是起源于IT 所以像现在IT的运维的对象一般都是微服务 而且它基本上能够采取这种在线运维的这种模式 而对于我们的电信行业来说 一般都是采取这种新部署 然后直接做切割的这种方式来做运维 所以说我们CT行业如果说要引入云源生的话 其实能够引入的那些能力基本上也是典型的一些云源生的能力 但是我们在引入的时候是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个建设方式和业务特点 来去做我们的一些引入的考虑的 那这边我们是对这个驱动力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目前我们的虚拟化技术的网络云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规模商用的一个阶段 那后续我们向云源生演进 其实主要的诉求点无非就是三个 一个是这种网络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提升 然后一个业务创新速度的一个提升 还有一个就是运维管理效率的一个提升 那么在基础设施资源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种底层硬件的通用化和资源共享 但是因为本身Hypervisor层 以及GuestOS相关的一些资源开销 再就是本身那个虚拟化网源 它的那个颗粒度会比较大 那么在调度部署的时候 服务器上存在的这种碎片化资源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一块是希望通过引入 比如说裸机容器的这种方式去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那然后在业务 云化网源业务这一块 我们是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基础设施软硬件集成 基本上已经就绪的情况下 本身VNF的上限和它的扩缩容速率其实是OK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存在一些新的这种业务能力的增加 那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也是说在这边是不是能够通过比如说微服务的这种方式 包括pass能力的一些方式去加速这个业务的敏捷性 然后最后一个是在管理云维这一块是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很多的运营商基本上已经采用了这个自动化测试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但是它没有解决 它解决了我们现在测试速率慢的这个问题 但是它没有解决的是我们整个运营商的这个入网的这个流程 其实依然还是比较漫长的 像我们的这个入网审核基本上是以周围单位的 可能通常来看的话三周到四周才能拿到一个入网的审批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像一些入网测试的话 可能也是以月为单位 可能也是三个月四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整体的流程会比较长 而且基本上是依赖人工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 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是希望引入一些云元生的 比如说自动化工具啊这样的一些软件或者理念 来去提升我们入网升级扩容的一个自动化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是对整个就是电信行业引入云元生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思考 那么首先是一个技术引入的现状 就是我们前期对全球的15家典型的这个运营商的云元生商用做了一个调研 我们会发现就是基本上主流的运营商或多或少都在引入云元生的技术了 可能是容器也好然后微服也好 那像现在的ETS3GPP也包括国内的CCSA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组织 也基本上在启动云元生相关的一些标准化的研究 所以引入云元生本身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技术或者产品成熟度的一些问题 那实际的这个商用案例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而且建设的规模也是比较小的 然后整体上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商用探索的阶段 那这边我们也是分了这个平台网员和运维管理三部分 对大家的那个引入情况做了一个归纳 那在基础设施及能力平台这一块呢 因为不同的运营商他前期的这个硬件资产 包括虚拟层资产的投入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引入这种虚极容器或者裸机容器 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前续资产的 那么但是大部分的运营商在引入容器的时候 一般会选择在新建的资源池里面去引入 所以可能裸机容器的这个概率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另外就是有一些像地市啊 然后那个AT&T这样一些 比较就是超前的这种运营商 他会选择直接在公有运营商去部署他的核心网业务 这是平台这一块 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运营商 其实在已经基于他的这个容器平台去引入了一部分pass的能力 然后这部分pass能力主要是提供两个作用 一个是给这个业务提供一些功能的支撑 比如说像一些数据库啊 然后负载均衡啊这样的一些能力 当然他提供了之后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会提供这样一些能力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会去提供像自动化流程 然后这个配置管理 可观资性相关的一些管理运维相关的能力 是从pass来提供的 这个是平台这一块 然后网员和业务这一块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微服务的一个设计 那么因为也是各个运营商本身他的这个建网的时间其实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我们是2020年就开始了5GSA的建设 但是很多国外的运营商他目前 比如说去年才开始与那个5GSA的建设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业务切入选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差异 那基本上的话大部分还是去选择就是 建网时间比较晚 然后基于这种本身就基于SBA架构实现的这种5GSA的新业务 去进行切入 然后对于我们中国移动来说 我们会去选择目前灵活性比较高 而且影响面比较小的这个网管业务池去进行一个切入 这个是网员的微服务设计 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我们前期在跟很多的运营商 包括设备商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对微服务本身的这个范围 有一个就是不太一致的理解不太一致的地方 就是本身其实5G核心网整体上是一个微服务的架构 它在之前4G的这个基础之上把一些功能做了比较好的这种规议化 然后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像HTTP通信 然后NRF这种网员的注册中心 这样一些微服务的理念存在 但是我就是我们其实认为它本身就是微服务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微服务其实是针对每个网员内部去做进一步的这种微服务的设计 就比如说像又最那边那种的这个像AMF的这种微服务里面 我们可能会考虑把像移动性管理啊健全管理啊 然后心灵处理或者HTTP处理相关的这种LB 每一个模块都去做一个比较clean的那种分割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 具体最后是不是会以这种形式去推进 也是需要就是我们做一些标准化相关的一些推进工作 这个是网员和业务这一块 那在运维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比较清晰的三个部分 一个是引入这种设备商和运营商交付的一个中间仓库去存储一些 比如说镜像啊 然后这种安装部署包相关的一些内容 再一个就是引入自动化测试的一个工具 最后就是去构建这个一致化的这种验证 部署验证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现在全球运营商引入云原生的一个总体分析 然后这边我们对这个云原生技术本身引入 做了一个优先级的一个分析吧 就从前面来看的话 就是云原生引入无非就是三个类型的要素 一个是容器 一个是微服务 一个是自动化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要素做了一些执行点的一个分析 并且对它的优先级去分了ABC三类 那对于容器技术来看的话 比较明确就是裸机容器自边池 这个因为对我们整个底层技术设施是一个颠覆性的 而且它基本能够带来 就是对我们的网络云带来最大程度的这种改变和收益 所以给它的优先级是A 然后在微服务这一块呢 微服务框架这一部分 因为它本身现在很多设备商的产品里面 基本上已经引入了微服务框架 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管理微服务 所以这块给的优先级是B 然后通用Path能力 这个因为本身是平台的能力 但是它的能力的产生是来源于 比如说网员做完微服务设计之后 公共能力的一个沉淀 然后或者是说来源于我要支撑网员 跟网员做一些协同相关的一些能力 这块会有一些前续的依赖 所以我们给的优先级是C 然后在微服务的标准化 就是像前面提到的 在AMF内部去定义更细力度的 这种微服务的结构 那这块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设备商 它在实现这一块的时候 一定是要对现有的产品去做更新的 所以这块给的预先级也是C 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收益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最后在自动化这一块 自动化测试 因为很多的运营商已经基本落了 所以收益比较明显 而且难度不大 所以是优先级是A 那自动化流水线这一块 主要是像打通运营商和厂商之间的 这个衔接 然后我们要构建自己内部的 这种FOA测试的环境 这个部分因为 对我们的整体的这种流程 以及组织结构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块给的优先级是一个B 整体上就是这样一部分 然后后面我们这一部分 请彭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裸机容器资源池相关的一些内容 先介绍一下裸机容器资源池 刚才说到裸机容器的优先级是A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怎么去 在现有的网络云的环境上去提供裸机的管理的能力 我们有两个场景去考虑 一个是容器层是以虚拟层为基础去构建的 第二个场景就是容器层是单独去构建的 这两个我们考虑的点在于有两个主要的点 一个是本来网络云目前已经构建了一个八大区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 在这上如果构建一个单独的一个池子的话 一个是目前的容器的应用并不够 第二个就是本身这个架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架构 然后从中选择了一些相关的技术 容器层以虚拟层为基础构建的时候需要引入就是Ironica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在OpenSize的领域已经知道了 Ironica本身的一些功能 但它本身的问题在于它的流程是比较复杂的 第二个是它构建出来的裸机本身是有一些安全问题 比如它如果去调后端存储的话 它会把后端存储的地址直接暴露给用户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引入了DPU去把Cloud Agent去卸载到DPU上面 同时把OAS也卸载到它上面 把它的网络的性能达到一定的提升 单独这个城池虽然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方案 但是它的一些技术我们还做了一些研究 有些独立的比如说Rack Shift 这种独立的一个 专门做这个逻辑管理的一个技术方案 它的问题呢 它跟K8S和跟OpenStack的融合 现在还没有 都需要重新开发 而针对这个MicroTube 它呢是基于Ironic去优化的 但它本身跟Ironic问题是一样 同样会面临一些安全的问题 这是我逻辑管理的一些功能点 第二部分是容器安全 容器安全我们更多关心的是容器本身它的安全性能就比较差 但它到了一个工程阶段 它的问题呢就更加的明显 一个是这个 我们去实时发现它的节点跟控制面之间 就比如说我们的 像虚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 虚层是把一个虚机交给一个用户 而这个容器呢 我们可能把它一个容器交给用户 或者把一个容器节点交给用户 容器本身呢 它有可能去跃拳 获得这个节点的这个权限 就可以攻击到我们的控制面 而节点呢 节点之间 就可能它是不同的租户去使用 而这个通过容器去攻破了某一个节点之后 就可以去攻击其他的租户的节点 所以这个怎么解决呢 一个是通过网络控制 但是网络控制只是一方面 因为它本身的容器安全问题呢 还需要引入这个安全容器 就是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节点内的一个容器的安全的一个解决方案 目前开源呢主要有三个这个方案 一个Kata 一个G-Wiser 一个是Nabla Nabla这个和Kata两个的方案 其实类似啊 都是基于这种轻量化的虚拟层去做的 相比而言 这个Kata的性能更好一些 然后呢 G-Wiser的问题是在于 它把一部分的调组系统的接口 直接透传给Kernel 一部分是它过滤了一下 但是它去直接调用这些 怎么保证它的安全性呢 其实它没有考虑好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基于Kata去做研究 但是这个实验的实测数据并不是很理想 那CPU的性能损耗大概10% 内存还好 内存2% 然后网络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达到30%的一个损耗 但是这可能也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可能跟我们本身选择的某些网络插件 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基于这个现象呢 我们目前的方案是 尽量避免在节点间有不同的租户的容器 就是把一个节点 划分的某一个租户去使用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比较更加像上一层的 叫机密容器 就是容器在这个hostOS上直上运行的话 那这个hostOS的使用方 控制方 那时候一定会有这种容器的权限呢 能从内存中看到容器运行的内容呢 这个呢有一个开源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这个方案本身的问题是 它本身所依赖一个硬件 还是一个强绑定的关系 这个就是带来了一个方案单一 然后有硬件限制 本身它的学习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裸机容器之后呢 我们会回到就是这个业务的一个微服务设计这一块 那像刚刚提到的 本身业务微服务设计 目前不是一个就是合适的时机去切入 所以我们只能说提出一个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 和一个设计的一个分类参考 那基本原则其实和现在 一个设计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分类参考 IT行业在做这种微服务设计的时候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就是业务与平台结偶 然后单一职责 无状态 高度自制 持续演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再结合这种设计原则和相关的这个电信网员的一些现状 我们觉得就是后续的这个网员微服务其实是可以划分成像接口 业务中间件类这三类去进行做微服务设计的 那接口里面主要是承载着这个网员的南北向通信相关的一些接口类的服务 主要是做一些比如说协议解析和转发的像HTTP GDPC GTPU相关的一些服务 然后业务类呢主要是网员内部处理这个业务逻辑的一些核心模块 比如说像那个AMF的接入管理 然后AMF的安全服务 那在那个中间件类这里面主要是提供一些比如说像数据存储的服务 然后通信对列 然后可观测信息 包括这个CICD流水线相关的一些能力 这个是一个划分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对这个就是从中间件类里面抽出来一个服务治理类 这主要是用于这个微服务治理的 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考虑说做一些公共能力的沉淀成为Path的能力的话 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接口类中间件类这样的一些模块里面去提取 那后续如果说这个架构是可行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说 未来在做这个新的网员的这个能力增强的时候 就直接去插入微服务或者是选择一些各种各样微服务去做一些组合 去做这样的一些设计 这个是微服务的划分 然后这边有一个网员无状态设计和绘度升级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网员的设计 其实本身就已经考虑了这个无状态化 比如说我们之前把这种用户数据去存到UDM里面 然后VNF内部去设计独立的这种数据库的一些存储 去存储业务的上下文 它本身就有考虑 那么我们觉得后续 因为目前来看就是要让网员做无状态设计 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网员有状态 那么我们的下一部分工作 其实就是可以对网员内部的一些数据去进行一个分类 然后去基于这种多种不同的这种数据状态 去定制化的给一些处理的机制 去实现一个精细化的管理 那么这边我们是可以做这样几个分类的 第一个就是像用户的一些业务 策略这样的一些稳态数据 一般可以沿用现在的去存到外部的数据网员里面 然后去按照网员的这种可考性要求 去对它进行一个备份 然后对于没有办法从网员内部去剥离的这种状态数据 我们首先也是考虑像左边那种在DB里面去进行一个存储 然后我们再通过对DB的一些比如说多副本 然后去进行一个可考性的维护 然后对于网员内部还有一些就是不太重要的状态数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默认它是无状态的 那么这里面具体包括就是首先是数据和状态不太重要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抛弃之后重新生成的这样一种数据 再就是本身是需要做冗余 本身存在冗余 而且各种冗余数据之间切换时间比较短的这种情况 这几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做这种状态数据认为它是无状态的 那么对于没有办法消除状态的这种一些网员的话 我们是要做一些可靠性的这种机制的 就比如说沿用现在的一些主备环状相关的一些模块之间的互备的这种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这种数据的实时镜像相关的一些考虑 这个是网员无状态设计 然后这边是一个自动化相关的 就是我们对CICT CD的一个流程优化的一个思路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厂商测的研发测试 然后我们运营商这边的技术验证 以及最后的交付运维这三个阶段基本上现阶段是独立的 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去能够建立这种产品研发测试认证 到一个交付运维的这种端到端衔接起来的一个循环 它主要会从这样几个方式去切入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去在中国移动线网内去构建一个跟线网高度一致的一个测试环境 然后把我们前期的那种像功能试点集成测试这样的一些测试去进行一个合并 然后基于自动化的工具去提升一个效率 这个是测试效率的一个优化 然后第二个就是研发流程的优化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说在运营商这边和厂商那边去建立这种测试工具的一个共享 那这里面一个是工具共享一个是测试用力的一个共享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希望借此去打通运营商和厂商之间研发测试的这样一个环节 最后实现就是当有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的去完成这样相关的一些验证 然后去推到我们的线网里面去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FOA的测试 就是我们去建立相关的这个FOA测试的环境 然后主要以这种工程验收和稳定性测试为主去提升整体的一个交付效率 然后后面这一块我们是管理部分 就是这个性能数据的一个管理 那么目前就是比较旧的这种方式 就是传统的这种方式是基于这个OMC的方式去进行实现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传统网源像PNF VNF 它的这个业务性能的这个数据 其实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管的OMC接口去进行上报的 然后这个接口是私有的 再一个就是OMC网上的话到OSS 基本上是基于这个中国移动起标的这种北向接口去上报一些定 上报这个业务的性能数据 然后目前这样的一些数据主要是通过本地采集 然后生成这种文件的形式在存储和传输 它的传输周期目前我们常见到的是五分钟 那我们觉得引入了云原生之后 其实直接可以考虑使用普罗米修斯的这种管理方式 那基本上这个点也是大家比较明确的 就是metrics管理就使用到普罗米修斯 那我们觉得就是引入普罗米修斯之后可以去保留这种双路径的性能数据管理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去保留这个OMC的这种方式去上报网员的这个性能数据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考虑使用这个push gateway的这种方式去把业务的性能数据实时的推到普罗米修斯这边 然后通过普罗米修斯对业务的数据然后平台的数据进行一个汇总之后再去做上报呈现 那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比原来的会更轻量化 而且它是支持就是本地实时的去展示这个网络的性能的 所以灵活性会更高 而且基于这种方式的话也是比较便于我们后续基于K8普罗米修斯去引入这个HPA这种自动扩缩容的机制 那会比现在的这种NFA的这种反复交互的这种自动扩缩容机制要会容易一些 这个是性能数据管理这一块 然后有一个那个CNF的这个生命周期管理 那目前就是又左手边这个是目前的ETSI定义的这种标准化的 基于VNFM解析 然后基于VNFD描述这个网员内部的结构的一种实现方式 那目前我们看到在开源里面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在用Helm或者是Operator的方式去进行部署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续觉得一个比较就是建议的这种方式 那像现在ONAP基本上是按左边那种方式去进行实现的 对于那个中国移动现在的这个规划里面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基于这个Helm的方式去进行实现 这个是生命周期管理这一块 然后最后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些分析 其实对后续的这个云原生的技术架构给出了一个设想 那目前来看的话 K8 普罗米修斯 Helm Chat 然后Helm 然后CCM这样一些云原生领域的这个开源软件 基本上都是成为了事实标准嘛 那么我们后续其实可以基于这些开源软件去对整个NFA体系的各个模块的功能去进行一个简化和融合 那基本上就是呈现到左手边的这种目标架构 那这里面有几个新引入的这个模块 一个是CIM的这个模块 它是容器基础设施管理器 基本上就是K8 然后还有一个是CCM这个模块 它是容器集群的一个管理器 主要是做容器集群的下发 就是基于现在的比如说裸机环境或者是虚机环境去构建一个K8的集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PEAM 这个是物理基础设施管理器 这个是在虚拟化阶段就本身存在的一个模块 主要是收集一些物理资源相关的一些性能或者告警的一些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CIE CIE这个就是容器具确设施引擎 也就是Docker Container D这样的一些软件 引入这个架构之后主要会存在这样的几个变化 第一个是在mano和网管这一块 首先我们觉得NFA的管理的架构是可以进行简化的 像本身K8 Helm是具备一些编排管理的工作的 它是介于基础资源和业务之间的一层 所以我们觉得SIM和K8后续是可以承担一定的这种 VNFM OMC原来对CNF的一些生命周期管理 业务配置扩缩容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说后续想要去引入PaaS的一些网关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基于现有的容器平台去进行扩展 比如说引入像KubiApps这样的一些类似于 应用仓库相关的一些组件 直接基于这个容器平台去引入 然后去进行一个PaaS能力的扩展和管理 第二个就是说目前我们的NFVO OSS这样的一些模块 已经具备了容器管理的能力 那后续在像我们引入DPU 然后引入PaaS服务之后 它是需要对相关能力的编排去进行一个扩展的 所以这边是需要一个扩展 再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引入的CICT CD的工具链 是需要和我们的NFVO去进行一些衔接 然后去定一些比如说像自动部署相关的一些流程和接口 来实现整个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 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存在的就是SDN的一个系统 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去简化这个技术架构吧 我们觉得后续SDN的这个功能也是可以由这个CCM去集成的 那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目前在容器的这个场景下 基本上网源的这个逻辑网络都是由这个K8的CNI去进行实现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再引入这个SDNC去对网源的这个业务 逻辑去进行一个区分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多极群管理的这种模式下 目前只有这种物理节点是需要SDNC来进行一个网络配置的 所以也不存在说比较复杂的这种overlay的网络 所以后续也是可以由CCM去承担相关的一些网络设备配置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第二个变化 那第三个变化就是如果我们后续去引入DPU 用智能网卡来实现比如说弹性裸金属 然后网络卸载相关的一些能力的话 那么我们势必会存在着比如说裸金属的一些生命周期管理 然后节点网络的一些编排相关的一些接口和功能需要去定义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是建议去放到CCM里面去进行一个统一实现的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架构 那基本上就是云渊生这一块的内容就是这些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点点小的这种就是推广 就是我们目前算联网络也是就是运营商常提的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在互联网行业有没有很火 但是为了推广这个算联网络的一个建设和陈述发展呢 我们是中国运动是联合了19家合作伙伴 在OpenInfra基金会去成了一个叫算联网络工作组的这样一个工作组 那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设计到比如说像DPU 然后应用的这种跨架构迁移 跨AI架构迁移 然后多集群节点的这种犯在调度相关的一些内容 它整体选择的场景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一个AI训练 或者是推理类的应用 能够在跨厂商的跨域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实现在GPU 然后FPGA或者是像华为的升腾芯片 寒5G的MLU芯片这样的一些卡上去做灵活的部署和迁移 那基本上希望是能够实现用户的无感迁移 这个是目前我们主要研究的一个场景 那目前我们是希望在2023年的11月份去输出我们的首批成果 如果各位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联系我们去了解一些相关的详情 那整体上就是这些 谢谢 看看大家对云元生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行 那要是没有的话 您说UPF是吧 这种 就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数据面的东西我们坦白讲 就为了性能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会有一定的倾向在做 应该是还是保留的物理机的这种状态在实现 但是像虚拟化的UPF 然后容器化的UPF 我们也是在同步去做 我如果回答的不对的话 我想帮我纠正一下 目前UPF还是裸机形态 基本上还是一个属于专用硬件 保证性能 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内部的研究 一些联合的一些课题里面也会做一些容器化的这些试点 谢谢 你刚刚展示了一下 AMF那个容器化的架构 就是有一张图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考虑 因为按道理3GPV规范来说 AMF可以用MF Set去解决 就整个5GC的微服务架构里 就可以通过MF Set去解决 那为什么会单独又把AMF拿出来做微服务化 了解 好 谢谢 还有人想要问问题吗 没有了 这边可以接触了